中美代表金普聰13号在美国国会山庄举行道任酒会 结果呢很多人都问他这个问题 那就是他认不认识总统马英九的女婿蔡佩然呢 他说他知道蔡佩然很喜欢跑马拉松 但是他们没见过面 中美代表金普聰13号在华府国会山庄举行第一次的道任酒会 而最近台湾最热门的话题第一女婿蔡佩然 金普聰也被记者追着做回应 我听说他会跑马拉松 那他一定绝对是跑得非常快 你见过他吗 跑一下 没有 没见过 金普聰说他已经向这对新人表达祝贺之意 也希望各界尊重年轻人选择低调的做法 还是换个话条 参与这次酒会的民主党中医院领袖裴洛西 还有中院亚太小组主席夏伯特 都是加州选区选出的议员 他们也祝贺加州出身的蔡佩然和马维中新婚快乐 就会有多达48名议员亲自到场之意表达对金普聰的欢迎 18号中院将会提出台湾参与国际民航组织的法案 金普聰感谢美国议员的支持 也希望未来双边关系能够继续加温 东西新闻 张文翔 许金城世勇 华府报道